他急跑美 挪一个试一试 哎呀说一下吧 蜘蛛下去了 卧槽 太凶了 感觉我这么不该动的 你跟他再跟他再录就完事 上线的太快了 幽默这东西与生俱来的狼狗 没办法 我这组军我也推下主兵我继续推推完之后回家了 拿双勾速写好吧 猴子以为强二了呀这一波 而且猴子加强了他那个金刚不坏确实加的蛮多的 被动 加上强他以为他抢二了来卡我线结果我在草丛隐身我也吃到二级了这是他没想到的 那我出来打我都打了他那么多血如果他回家他又觉得亏了所以他就继续跟我打现了一个负面循环 什么意思 这个可以吃 先Q他先Q他这样他一过来那个Q打不出来他一过来开W的话我们就开W跟他拉扯 他到不了六级到六级我肯定要死但是他到不了6 我肯定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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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残他 我肯定要死了 打残他 打残他 打残他他好 好拿这个蟲子 这样我们那个暴女 哦不是 我们那个蜘蛛去打那个虫子我就可以过去 而且现在又是好的 现在我能打安心 安安心心打虫子 对不对 猴子5级过来 我们直接杀机似的 都挺安心的 我看能不能出多果 这波想要的都有了 他活着没有急跑的 没急跑 他升6了 但是我估计他 我估计他经验还差蛮少 蛮多的 这波这都赚麻了 看了我好多经验 我觉得他等级差的 不是一两个 如果是一两个的话 这猴子早就一兵了 他应该差差差不少 他到不了6的那个等级 他就是感觉自己反正吃了我的蛋 死定了 我有补补兵 发育发育 这波节奏完美啊 兄弟们 所有的一切 我们想要的都有了 都都拿到了 都要到了 我的完美 我的完美必将立人站立 你Q的瞬间他W近身咋办 就是我Q的瞬间 我的Q肯定是出去了 知道吗 我的Q肯定会出去 如果说他用我准备去Q他他直接WQ近身 他没有W他怎么杀我呢 你想过没有 他没有W是杀不了人的呀 就是我的Q没挂出去 对不对 他W过来一Q一Q过来我再给他挂Q就是了 接下来我 我稍微拉扯一下 开个W稍微拉扯一下 他不就在后面罚战吗 对不对 他不就跟我对 他不就很亏吗 猴子的连招是不能先放W的 兄弟 怕你不知道我再跟你说一下 看这虾子来不来啊 来了 还是9人先挂 卧槽 我想把他A死 直播A死 我杀双杀了 这波我把他A死 我双杀了 赌了一下 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 主要是这猴子 我看得到 他在我塔下 开W我是看得到他的 结果A出来他这么一丝丝没死 而且他没死 他还靠那个金刚不坏 把那个我毒的回血 就是我毒他 我的E不是持续毒性吗 他用金刚不坏刚好抵消我那个毒性 刚好抵消 导致他一丝丝丝一直没死 导致他一丝丝丝一直没死 只要猴子一死 虾子过来踢 虾子也得死 我满血嘛 没呀 你是不是 只要猴子了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哎 去哪儿 你去哪儿 表猫 我打这个很掉血的 拜托 咳 咳 他会看直接开解法干我干吗 他有胜算 他有隐魔刀有一点胜算 我要先手Q他 如果被他Q先不小心被他一推先走 还真有可能会死 我要先手先手我觉得我这装备应该是稳赢的 他没有隐魔刀我让他先手也没关系 有隐魔刀的 隐魔刀虽然是一千三的装备 如果但是算上那个护盾啊 攻击力和魔看那个属性 其实散剑的话值 只两千多 只两千一 就光影魔刀一个装备 我要寻求线索了 我肯定要寻求线索 你又想要 没有急跑了吧 前面还有个蛋哦 还要来 不可能给你机会的老弟 不可能给你机会的老弟 我先手 我先手Q他 你想 我先手 我Q他 而且我有被动 我Q他 他EAQ过来 对不对 EAQ AQ的伤害都打不出来 他只能直接赚大招 那么E的伤害几乎等于没有 这样的话 他EA过来直接赚大招 赚大招 我开W拉扯 然后他开W再赚第二个大招 第二个大招 我等于说只吃他一个Q大Q 这样的话我能 我或许能跟他 或许是能杀他的 尽量扫持他的技能 跟他OEA 就不怕他 就不怕他 在这里面吗 他没有急跑的呀 这些鬼 诶 没了 他撞不上我 他W出来了 我以为对面挂机不完全还不满 我以為對面掛機不玩啦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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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我要贏,我要贏,我要贏,我要贏 不屏服,我要贏就。 喔噗哼,哇噗哼。 NO. 老鼠的大 这把塞拉斯确实没什么特别好球的大招 这么粗价吗 老鼠还追不上 老鼠还追不上 老鼠还追